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色道奇 最近有粉丝小伙伴给少奇推荐了一款很有意思的玩具 测谎仪 电视上经常看到 但是现实中还真没用过 测谎仪 小锤子 电池 充电器 这个充气的锤子估计是说谎的人做惩罚用的 啊 还是有点疼的 拆开看看 是这么一个桩子 每一个手指必须都按在它这个触点上 后面还有两个也要压住 然后把绷带绷住 按一下这个开始测谎 诶 怎么没反应 忘了装电池了 装好电池了 按在这个地方 我是孙少奇 我是世界上最帅的人 我超级帅 我是世界首富 按一下右边准备开始 把手放进去 第一个是电流模式开始了 我是世界首富 我是马云 我是世界上最帅的人 什么情况 第一步就是把每个手指导放在它这个触点上 全部贴合 后面两个触点也要贴合 先按这个选择模式 这就是电流模式 这震动模式 我们选电流模式 现在开始 现在开始 我是马云 对的 这个没有说话 我是世界上最帅的人 我真是有电流 这两个手指都被麻到了 刚刚按是没电流的 难道我不是世界上最帅的人吗 这个测谎也有问题 我是孙少奇 他这个是真电人 我这两个手指导完全是麻的 小朋友千万不要玩这个东西 但是给测不测谎没毛关系 他可能是到一定的时间 他就会电你一下 我改为震动模式试一下 震动模式 重新试一下 1加1等于2 2加2等于4 对的 我今年能赚100万 我长得好丑 你是一条狗 你是傻叉 你什么情况 没反应了 坏了吗 我买了个什么鬼 白白花我几十块钱 还被电了两下 根本一点测谎的功能都没有 坑 徒手把锤子弄爆 我 心态崩了 反正小伙伴让我测评的测谎仪 今天买了测了一下 至少我买的没有效果 你有没有见过这种测谎仪呢 如果见过的评论1没有见过的评论2 顺便帮少奇的视频点个赞 我们评论区见 拜拜